20点48分 我们还有11分钟 本小时的榜单就截止了 我们现在在第13名了 然后距离上一名只差3.8万的人气值 我们各位大目老师再施施劲 然后一起往前冲一冲 感谢各位10分钟 10分56秒了 然后大家帮帮忙 然后送送人气票 下方礼物清单 然后点开那个粉丝团第一张 那个人气票就是了 然后付费人气票 现在是没有 再没有免费人气票了 大家帮忙送一下 然后我们打的这个人气票 这个人气榜单呢 是可以让我们的直播间 让更多的普通的观众 可以能够刷到我们的直播间 包括现在大家可以点开 下方的那个人气榜 然后点开之后 就能看到上个小时的 名列前茅 前十名的这些人气榜单 在前十名的这些主播们 所以我们现在去冲 这个前十名下个小时时间段 就可以更多喜欢老人杀的人 以及可能还没有接触过 老人杀的观众朋友 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帮忙送送人气票 感谢Marself的人气票 谢谢Everyday的人气票 感谢各位 每个人最多可以送出 600票人气票 然后第一张付费的人气票 特别重要 这一张付费的人气票 一毛钱就可以代表 额外200的人气质 有时候10个人就是2000 100个人就是2万 我们现在只跟 第12名上一位 差一点点而已 我们弹幕老师们 只要 现在已经在第10名了 感谢3352名 弹幕老师送的人气票 距离第9名 只差1.6万人气质 我们只需要100个人 送出一张付费的人气票 就可以了 大家帮忙 感谢感谢 然后下方小风车可以去点击来玩一下 这个游戏不需要下载 只要点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跳轮的游戏当中 然后这款游戏 现在是跟大话西游做梦幻联动的 然后如果大家同年曾经看过 大话西游这部电影的话 一定是对于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些角色也好 包括一些设定也好 会非常熟悉 然后大家可以点击唱完一下 然后如果打到了2-4关之后 一定记得留好一张截图 不需要卡在2-4这一个关卡 如果是2-5 2-8 2-10都可以 然后留好这张截图 还有一张就是下拉菜单里面 有我们刺神的这款游戏的截图 稍后我们导播老师也会发放一个福袋 这次依然还是一个2000元的现金红包 如果你是那个重福袋的那个幸运宝宝 记得在一分钟之内 私信我们这一代代师的后台 然后提供刚才两张截图 就可以对款你的奖励了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今天好胶着啊 还有8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的人气票 再上一上 感谢大家送出人气票 已经到第9名了 特别感谢已经送出人气票的3948名弹幕老师 最后的时间手手塔 我们现在第9名是92.5万的人气值 然后再往前冲一冲 先上个100万会比较稳一些 最后这段时间大家千万不要松懈 因为很多的主播都在最后的时间分钟冲塔 我们要千万不要被偷了 感谢感谢感谢 谢谢兜兜 谢谢胡子多多 谢谢大家送我们人气票 感谢感谢感谢 然后互相提醒一下 然后再打一点小小的广告 京城大赛的播出时间 因为有很多弹幕老师都会到我们的主播的 主播间 今天晚上有没有大赛 大赛的播出时间是2345这四天的时间 然后晚上7点半 然后小赛是在6日1 这三天是没有大赛的 所有的播出资讯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博置顶的 小金星周星辰安排找到答案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宝宝赛是在周五周六周日 这个周末 三个周末的中午1点30分 然后想要报名我们的宝宝赛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官博 找到我们选手招募的海报 我们特别期待 所有想要高明星达打人杀的人 都可以来跟我们同桌 同台竞技 然后宝宝赛 我们每次的弹幕老师都有机会可以抽签 说不定就可以抽中那个签 然后上一次小试赛 小试赛如果表现很亮眼的话 甚至都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试赛上 所以各位弹幕老师们 想要高明星达宝宝赛 想要打篮人杀 赶紧到我们的官博 找到选手招募的海报 去报名字件 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熟悉的主播那里去来 让他们来帮忙做一下推荐 这也都是可以的 宝宝再等你一起来玩 然后最后一点时间人期票 大家再试着 感谢送出人期票的这些弹幕老师们 谢谢 歪哥回来了 请歪哥跟大家来聊聊天服务盘 现在第九名 这盘 这盘好像能影 是狼人给机会 因为他们刀凑刀猎人 那正常情况下狼人只要把三号推出局砍民就可以了 女巫的身份已经跳出来了 我觉得蓝队的困难是可能会在四点点刀 走在正常复盘啊 正常复盘的点 其实七和十二的平民是很好找的 七和十二砍完之后 因为十二号有身份一定会在那个位置跳 所以十二号底盘一定为平民 我其实平民挺挂线的 所以三七十二一定是入业之后的两刀 七和十二一定是两刀 十号开读的没关系 主要有一刀不好刀的是谁 那是四号 四号的混子 他投的是十一 所以四号在狼队眼里 有可能是那张白痴牌 我个人认为狼队可能会在四号那个地方翻车 结果 砍错了二号 狼队那天不可能是奔着猎人砍的 我就跟大家说 狼人在那天不可能奔着一张猎人牌砍 你砍猎人就跟胶牌没区别 你砍猎人 猎人带错人 你那刀都是废的所以一定是奔着平民砍的二 玉女猎白混的板子 它是一个定式 第一天出了一张神牌 图神是刀够的 第一张出了一张平民牌 拍刀平民也是够的 这个大家不用去纠结这个刀够不够 这个游戏的规则的定式下面 就是第一天三号出局 只要狼人刀够准 一定是可以把平民砍死的 大概就是这样 这刀必须是要砍十二的 十二是一定是平民 因为正常十二号底牌有身份 他就会在墨这边跳了 发言顺序是这牌的一个重点 重点是这把的发言顺序 这把正常的发言顺序一定是让石先发言 因为九号要想 九号有一个思考 就陈平均有个点没有想到 就是谁是厂上原始汉条位 发言肯定是让十号十一号这边先发 就这样 这样发言更合理一些 就让十号人家先发言 这边发言更合理 而且归不到三 三号是第一天的饮水 是不太能归到的 而且归神牌是可以归的 为什么 我跟大家说 你归三归个平民 其实跟归十一是一样的 你归三三平民 狼人砍平民也能赢 你归十一 十一还能翻牌 你归了神狼人砍神 你归了平民 就是归了三 就是归平民 这个与你这边混在板子里面 你只要不归到女巫 就是归谁都可以 所以归十一和归三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人机票 我们马上就结算了 谢谢大家的人机票 我本来是想跳一下 跟神机PK一下 三不跳 我不认为三号的那个位置 应该跳身份 不用 这个发言顺序 三号不用跳身份 三号为什么要跳身份呢 有什么可跳身份的 正常的轮次 这一局的轮次 就我个人认为轮次 是七和十一的轮次 七和十一会好一点 没关系 出错了就出错了 只要不归一丝女巫就可以 你警 dunno 你警察说是不是大猛猫 她是大猛猫 她是发言 我说她我都一距了 人机票 十一名了 天哪 乖乖乖乖的 谢谢人机票 我要感谢 我要感谢人机票了 谢谢 哭藏老树的人机票 谢谢 谢谢这个 SPROUS的人机票 谢谢AYA的人机票 谢谢青蛙走开的人机票 谢谢陆小佩的人机票 谢谢鳌鱼的人机票 谢谢乖乖娜小娜的人机票 谢谢车车的人机票 谢谢Lukas的人机票 谢谢Lukas和车车拉满的人机票 谢谢 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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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5你也是有同样的 谢谢苏三不三俗的人机票 谢谢Lesson的人机票 刀7都不好取 刀7都唯一一个平民 谢谢有翅膀新鲜的人机票 刘晓松带市十年老粉的人机票 刘晓松带市十年老粉的人机票 谢谢龙喜发财的人机票 刘晓松带市民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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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二年的人计票 谢谢这个 爹不乖 爹不乖咋地的人计票 谢谢 克罗伊的人计票 谢谢 真心换真心的人计票 谢谢程酸酸的人计票 你起身那一下子 谢谢WYJJMAO的人计票 我天哪 第十名马上还有两分钟了 我们正好第十名的 赶紧冲一冲 谢谢大家 天哪 谢谢 谢谢晕船的人计票 感谢感谢 谢谢黑月级的人计票 谢谢黑月级的人计票 没起跳就容易被压跳了 不是被压跳了 为什么不是 就是跳不了了 觉得不跳就好 谢谢WY的人计票 就不跳了 因为他能保他 就是我想有很多的 谢谢Lavender的人计票 谢谢RX的人计票 他看了我一眼 我看了他一眼 他就盖到了 我们俩都吞水了 这是郎队友之间的心理想 谢谢阿强的人计票 谢谢阿强的人计票 谢谢马老师的人计票 大家收收塔了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的人计票 谢谢阿强的人计票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 一分钟 你又不让你收到归谁 确实 谢谢艾迪卡的人计票 谢谢柴权权的人计票 其实就归十亿 就就归十亿就可以 40秒了 谢谢垂宝人计票 各位收拾卡了 各位戴曼老师 还没有送人计票 第一张付给人计票 一定要送出来 只需要一毛钱 谢谢唱歌 谢谢飞的人计票 谢谢飞的人计票 谢谢 谢谢阿强的人计票 谢谢 距离第九名只差三万人计职 各位戴曼老师再冲一冲 我们已经第九了 谢谢马老师 谢谢胡子多多的人计票 谢谢 谢谢 谢谢江南的人计票 谢谢 小笑点 接把了 谢谢 斗地主 斗地主 世嘉 李元曼人计票 谢谢 可以了 可以了 因为解放 第九名 谢谢大家的人计票 感谢大家的人计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现在前十真的好 现在巨难计 谢谢大家 感谢我们各位戴曼老师 打出的人计票 每一张人计票都非常重要 我们上一个小时 拿到第九名的成绩 我们一共有5000多名戴曼老师 将近6000名戴曼老师 为我们送出人计票 感谢感谢感谢 然后呢 这个小红牌子 又会有24小时的时间 有更多的人 可以因为大家送出的 每一张人计票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 这是一个玩蓝莎游戏的直播间 如果大家没有接触过蓝莎 不妨下载一下 犯狼APP跟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狼人杀是一个身份推理 靠发言来断定 其他人身份的一个游戏 我们需要在场上的12个人里面 去找到隐藏在 我们12个人中间的 4张狼人牌 我们下一局的版型 是狼美人猎人 跟大家讲一下 狼美人猎人的版型 是弱狼美 也就是说狼美人 作为最后一张 被推出去的狼人牌 是不会出发迅情技能的 除此之外 狼美人被毒被推走 或者是被开箱带走 都会出发迅情 只在最后一个被推死 狼美人的情况下 不出发迅情 我讲清楚了吗 OK 其他就没有了 预言家女巫猎人守卫 狼美人三张小狼 以及四张平民 对 玉尼猎人 好 狼美猎人猎人猎人开枪 狼美猎人猎人不可以开枪 因为是迅情的 弱狼美 对 对的对的 其他都没有什么了 狼美人猎人猎人 猎人迅情出局 是不能发动技能的 参考丘比特的版型 迅情的猎人是不 不会 狼猎人是会的 会有的 他睁眼的时候一定会有 比如说他今天晚上 女巫毒了狼美人 戴死了猎人 他肯定就知道了 多的 不会说迅情 但白天被推死报迅情 夜间出去不报迅情 其他没有了 来 狗玩家 狼美人猎人 请关家确认身份底牌 五 四 三 二 一 天黑请闭业 各位大幕老师 玩一玩下方小手柄 正在跟大话戏 用梦幻联动的这款游戏 特别有意思 只要不需要下载 点击就可以玩了 来 打亏了 打亏了 注意听清访问指令 守卫请睁眼 鸡血的剑鸟守护的玩家 守卫确认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换人同伴 狼美人请拘捉失忆 狼美人的号码为 狼人请商量战术 决定击杀目标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狼人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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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伥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巫确认请闭眼 愈言家请闭眼 愈言家请执任 这个少人证实老人她的身份是 愈言家确认请闭眼 猎人请上演 请确认得进度状态 猎人确认请闭眼 各位玩家请整理表情 三 二 一 太亮了 现在是上景环节 上景玩家请亮起面前红灯 本集游戏 上景玩家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六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十二号 共有一名玩家在景象 五号玩家 四号玩家请翻译 六号玩家早上翻译准备 感谢阿末 谢谢车车 谢谢卢卡斯的投石 五号玩家是看到大家上景 又暗回去了 这么回事还可以撤销啊 以为是发的绿泡泡是不是 怎么回事啊 五号玩家 有什么使命想要在 我先质疑一下五号玩家的操作 然后我自己是个好人 还有什么 没了呀 大家起跳呀 这个是新版子 我感受感受 好吧 看一个连人 哗哗哗 几个人出局的感觉 好不好 过了 六号你再起翻译 想看几个人出局的板子 跟灰绍说一说 咱们玩电影重重啊 可有多人玩一关出局了 谢谢车车 谢谢热狗 谢谢可颂 谢谢卢卡斯的投石 我说好人 我至今还 沉浸于上一排 很难受 但是还好 战术安排是没问题的 我们我觉得我们狼队还是可以的 我们毕竟是好人混嘛 我们四个狼打的还是非常好的 那个 俊哥这排在帮帮忙 如果你是坏人的话 这排我是好人 你得当坏人也帮帮帮忙 因为你坏人也是会拉包的嘛 对不对 帮帮忙 搞一下 好不好 四号玩家感觉不太行 先打一首四号玩家吧 四号玩家感觉就有任务来的 你说母号玩家在井下有任务 我觉得你上起来 你本来也是有任务的 但你任务还没怎么完成 反正我觉得四号玩家一般 然后我是好人 然后十号玩家在我说发言的时候 跟那尬笑 我不知道笑什么 我没觉得那会有什么好笑的 尬笑 极为狼人 先打一首 然后其他没啥说的啊 过了 七号拿去翻译 验的二号是金水 然后景辉就留五 然后再验张 一个六吧 一个六吧 因为我没有觉得四号很像狼 所以六号就不太行 六号就不太定 六号身份就不太行 然后就五六十年 然后因为我觉得四号说那个事情 应该是真的 所以五号玩家就希望在井下 那么五号玩家如果票不投票的话 我今天就直接外露了 确实外露 因为这个板子有狼美嘛 有狼美的话有可能第一天会跟我汗票 所以我尽量会出小狼吧 然后就看五号投票了 因为二是原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动神又回来了 上一盘就全靠你开了一枪我们才赢的嘛 对吧 我还以为你会开枪把十二崩了 可惜 不是那个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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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没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验了你之后呢 那个 应该你就能站对边了 但是 但是我希望如果一会汗跳狼也给你发金水的话 你别 你别弃票就行 你终于得投一个 其他没什么了 我景辉就五六身验了 然后二号是金水 没了 我就过了 八号再去翻译 谢谢车车 谢谢钱小夏 谢谢白银鼠 谢谢白银鼠的两个投手 谢谢汤汤的投手 我想一想 钱之位起跳的只有七 那待会二号玩家来一手反水 你该如何应对 我觉得七 跟钱之位的定义跟我不太一样吧 首先呢 因为四号玩家对五的点评是 打了一下五吧算是 说五号玩家在井下 他质疑了一下五 说五号玩家在井下带着使命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夜里五号玩家想好要在井下冲票 他不太会有先上井 然后看了大家都上井又退水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其实我偏向于 可能狼人好人面来说好人面会多一点 因为狼人他夜里就想好了要在井下冲票 不太会有这个反复 我个人这么觉得 所以他退水那个行为呢 其实我觉得还好 所以四打了五呢 我就觉得四不是很好 那六打了四呢 我觉得六还行 但七号玩家给的是觉得钱之位四是好人 然后打了六 所以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当然有可能七是鱼人家我想的不对嘛 对吧 但是存在于这个分歧 我就先说出来 那我认为二可能不太是狼吧 就无论七是鱼还是那个狼人 我觉得二七应该不能是狼狼进 所以二号玩家应该是独立的好人 看一下后面起跳的情况 我先我打个前刚后放 打个前刚后放 别的就没啥 我对钱之位的拆解 反正跟七号玩家是反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踏实原家 我错了 那这个需要听完后 注意对跳来判别 好吧 我是好人过了 九号呢 请翻演 感谢投石啊 谢谢小咪 谢谢文盲 谢谢昆昆西 谢谢咪哥 谢谢车车 谢谢你们 我目前也不知道骑是不是 但是如果十号跳的话 我就直接战边骑 因为你刚刚拿饮料崩我 所以 所以你跳我肯定不站里边啊 然后四号玩家 我觉得还行 因为五号玩家 我也看到他那个 就是退水的那个动作了 他我想他如果是 就像八号玩家说 他如果是狼可能会 可能不会选择说 起来观察一下上下 那他就算是 四号敢去打五 比如说四如果是狼 五如果是狼 他不会打自己狼队友 那四如果是狼 五在这个行为 看到全员上井退水 我的第一反应是 他可能是猎人 不想拿井徽 所以你也敢去打他 所以我觉得四还行 然后六号玩家呢 六号玩家说让我帮帮他 上把都帮 帮你们帮成这样 把饮水归了 没见你们赢啊 也 所以你们不帮了 这把就不帮了 你听听我试试 一会儿告诉我啊 然后 七号 不知道 我看对比发言听了 反正十号跳 我肯定不站面 其他人没有了 我挂了 十号跳起发言 那巧了 我开局之前又抿了两个人 我觉得这两个人可能像狼 一个就是九号 还有一个是十二号 然后 然后开局之前 我感觉六号玩家可能 就又好又不好吧 就好人面确实是你刚点九的时候 十二号玩家笑得很开心 我觉得依此判断 我更加决定 更加觉得 九和十二可能是两个狼 当然我抿的可能会错 反正上把是抿对了 然后这把我又抿 尝试抿一下 我觉得九号玩家和十二号玩家都挺像狼人牌的 然后前之位的话 感觉六 这把其实状态 我觉得个人觉得 就是挺像好人的 然后七号玩家 也蛮像的 也蛮像 因为上把听过他那个压跳的那个发言 就觉得这把也蛮像的 就目前为止 我能给前之位的定义 是首先九号玩家确实 他说了我起跳 他就站边期 所以他本潜移默化里是想站边期 但是对我实有防守动作 所以我更加觉得九号玩家结合名职的话 我觉得九号玩家像狼 然后 因为六号玩家当时对话九的时候 十二笑得很开心 我觉得九十二 结合我的名职 我觉得九十二是两张狼 我觉得七号玩家很像 我觉得六号玩家 至少现在目前为止 我觉得是X片上的 好吧 然后别的就没啥了 然后听一下后志伟发言 我 一可能会跳吧 然后过了 十一号玩家去发言 听了起来这位发言 感觉十号不是很好吧 感觉九号会稍好一些 然后 这次听外哥的发言 没有感觉到他很像 当然我也不是老美人 要嘎你腰子 是真纯粹一位哲戚 没有到特别像嘛 没有到特别像的点 就是他说了一句 我宴二号是因为动神又回来了 这不就是又想把动神 变成小果冻吗 就想说我要骗你 是不是 反正我就觉得 他这句话 就是发言 艳二号的新的路程 是因为动神又回来了 这句话 我觉得不太像好人 就有一点要骗你的感觉 然后 就没安好心 反正我听起来 但也不觉得七号一定不是嘛 但我觉得十号有一点像狼 只是他开局比较紧张 因为我听九号是好人 他非得说九号像狼 然后又说十二号像狼 所以我觉得就是十号不太好吧 我觉得九号发言 没觉得九号一定不好呀 而且十号这个位置上 给身份定义给的有点过快 然后所以觉得十号不好 然后七号未必吧 然后再听听后置位的 我觉得四五都好人 七号不好的点 也是他顶会流流的是五号和六号 因为五号是在唯一一张井下牌 而且四号说了是先上井又退水 撤回了一个上井 那不是如果七号是预言家五号 就相当于他把票投给你就 让你拿警徽了 你怎么还会在那个位置上考虑 要外搂他的事呢 所以五号放到第一警徽流里 也是有点不妥的 七号 所以说确实是暂时不能先诈编你了 但是往后面再听一听 听听后面的发言吧 然后我就过了 三号再次发言 我验了三十精神 可保三号玩家平安 就是认我是预言家 你们可以就参考一下三号的发言 那不管他发什么言 他身份是好的 然后那个 我说一下七为什么不是预言家的原因吧 首先他说冻神又回来了 冻神刚才发言的时候觉得七是老 然后他 他以前有没有给冻神发过假的 这个我不清楚好像有假的 但是他发过去的假精髓 反正 冻神接了他的精髓 反正接或不接就哭了两次 然后停播了十天七天左右 反正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 我很难理解 对吧 反正我个人觉得 二如果是好人 他是一定会反水的 因为最多哭一下 什么事都能解决 对吧 但是如果他正硬站边的话 就有点那个了 二的发言我等会 锦下可以停 我第一张锦会流 我要打十号 因为十号所谓的敏职这种东西 每次发言我感觉都很搞笑 你刚才说什么六八是两个狼 今天你投的是七 其实你发言可以略过 你介绍一下装容这种东西就好了 因为你发的言 你看你井上说 刚才说的他是什么压跳好人 什么乱七八最后投的七 然后今天又来明明明明 你要么就是说你闽对或闽错 那你等会记得投票投我 我要验你了 对不对 我要验你了 我要验你了 看你是什么品种的狼 然后前志位七八完颜之后 八是不战边他的 九好像没交战边 是吧 然后十一是不战边七的 然后十最报匪的还有一个点 他说我闽了九十二是双狼 那还要叫一跳 那一跳了不是给你送三个狼吗 第一天交眷了 你自己强大到这种程度 你自己不怕一下 你说的东西就是 好了 动神 你现在好像有感觉一天天上地下 我没有说他一定是好人 我听一下他的发言 然后我先十再演一个四 五号就紧瞎看投票 至于六号玩家的发言 就是六号你打了四是狼 然后说什么我在笑 所以打我是狼 那你先动的手 那我先打你是狼 然后因为我不知道四的身份 然后至于你说九号 我只是觉得九号比较可怜 他每次要么就拿好人站不对边 好不容易拿个边 没人跟他跳 蹦 过一个饮水平民出去 你不觉得人家很那个吗 然后你这一句更过分 你如果是个狼 你还要让九号人还再帮帮你 他还不够惨吗 拿好人弄不对 拿狼拉抱 你这不是人你知道吧 所以这是我对于你发言的这种 那个东西好吧 至于三号 加油吧 算神道 一号那起发言 我觉得十二挺像的 因为七确实听不出来 前这位状态 那后这位十二 我觉得我自己对于十二的定义 还是挺准的 我这局觉得十二可能八九成 是预言家吧 首先我觉得 以他的性格 他跟二沟通交流这么多 然后如果他是后这位汉跳的话 他一定会给二发双斤水的 第一点以他的性格 结果他是三斤水 三斤水就说明 他是真的验了三号 他就不用 他如果要汉跳的话 我觉得以他的性格来说 必给你发双斤水 是第一点 这是通过一点点小的人性 我觉得逻辑也好 人性也好 都要参查的一起看 第二 我觉得他验十 我觉得挺 还挺好的 因为十号玩家确实 你抿的话 你要告诉大家 你怎么抿的 我是最后一个带亏的 你也是倒数 你和六是倒数两个带亏的 对吧 六也没提我 你也没提我 你只是说我要起跳 你是站七的边 那你的视野里 九十二两个狼 不是十二更会起跳吗 所以你的发现 确实我没听出来 是好人 所以十二 验十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十二 逻辑上 人性上 我觉得都还行 那 八号说 二号是好人 我也觉得二七 好像不像是两个狼 因为七号的发现结构里面 但是你不能说七号 他发现也许就是两个狼 但是我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大概率 我跟八号的观点是一样的 二像好人 那三也是 我认得预演家的精水 那可能这边好人 是偏多一点 狼是出在那边 来听一下 前面反正十是 逐中打了九十二 正逻辑的话 如果十是X偏下 那十二是我认得预演家 那九号玩家 可能身份还要拉高一点 因为九前这位就攻击了十号 他虽然是开玩笑的攻击十号 八号的 比如说结论是二号偏好的 所以这个点我也 没觉得八一定是狼 所以我对八这个位置是个X 对于十一和六这两张牌 警察再听一听 这我对前日位的定义 我站边的是十二号 我觉得他八九成是 好吧 我就直接退水了 过了 二号两张牌 我先谢一下头十啊 谢谢波风水门 谢谢小明 谢谢库雅 谢谢桃桃 谢谢车车 谢谢十二 谢谢欢乐富贵豆 谢谢猫猫 然后我 我今天直播的时候 有个人跟我说 我没来 我这几天没来 外哥已经六连胜了 然后我说我今天来了 要带他九连胜 但是 但是你给我发现 我是真的没听出来 你一定是啊 但是这个水就先不反了 然后先 真的 没听出来你一定是 然后我在警下再听一下 七和十二的那个警下的发言吧 因为他们两个对跳的话 真的很难分好吧 然后但是前面 我确实听你一的发言不太好 你说二是好人 三是好人 十二是你认得渊源家 首先你自己 自己就在坑位里面 然后你说十二没有给二发 双精水 他就有渊源家面 我觉得这些你站面十二 都是伪逻辑 你可以听 他哪里是 就是你说逻辑上来打 说什么没给我发双精水 他就有渊源家的面 所以我是觉得你一号玩家 不太好的 然后和十二很像共面 所以我会再听一下 警下的发言吧 然后 三号 小倒霉道发言吧 过来 三号再次发言 先谢谢头师 谢谢小沈 谢谢十四 谢谢车车 谢谢 咱们俩都是倒霉道 对吧 就 心心相惜一想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接了十二的精水 然后我在这里的发言 如果发的不好 或者直接反水的话 会做低十二的面 不管十二是来给我洗头 还是真的是通灵师 我的发言就 不是通灵师 真的是预言家 我的发言就会比较敏感 包括二号牌其实也一样 我有一个想法 可能会做低你的面 因为他最后跟我对那个话 他最后跟我对那个话 说加油吧 不是 那你验我干嘛呀 你觉得我不会站你的边 甚至会烦你的水 那你验我干嘛呀 对不对 你是觉得我是狼 还是什么 你也没说心路历程 就觉得很怪 然后说说别的牌吧 那七号 先说七号 七号没听出什么 我觉得刚八号可能是个好人 就你点出的那个点 你说四号打五的点不太对 他如果五号如果是个狼 他应该是想好了 我要么就在井下冲 我刚刚其实也在想 那个五号的行为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我有时候拿好人的时候 我也会去看 是不是景辉要没了 我就不上井了 所以我在猜想 五号是不是这么一个行为 然后八号牌点出的那个点 紧接着九号牌发言说 他觉得四号牌还行 但是他又说八号牌 发言应该好人 这个逻辑有点矛盾了 因为八号牌 他说五的身份好 但是四号是打了五 你又说八好 又说四好 所以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再加上你刚刚 我甚至觉得 我甚至觉得 你是不是跟石在故作不见面 就是你跟他 你说石跳就腿打断 的原因是因为他拿饮料崩你 就觉得有点强作了 然后我也觉得一不好 二号牌听发言感觉像好人 然后别的没有 别的就没有了 12你验我是什么 为什么呀 也没说 你说七号牌验二 是因为怎么着怎么着了 人家至少有 人家是个狼 至少编了 你都没编啊 直接就说 我是精水 你怕我站不对边 还要厌我 对吧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我是个狼 你就是奔着茶杀来的 哎呦 说这些有点 真的做低12号的面 但这真的是我的 真实想法 没了 过了 井上发言结束 淬水次报环节 五四三二一 有了井上玩家 七号十二号 请井上玩家做好投票准备 三二一 请出票 五号 投票给七号 七号玩家当选井长 其他玩家起来蓝灯 昨夜 平安夜 井长决定井所或解决发言 六号玩家起发言 我先说一下 呃井上七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我是直接为他退水的 我不是田刚不放 我是直接为他退水 我肯定当时是站边七 但是我听完我王哥这井下的井上 那个起跳发言之后 我肯定觉得王哥是钢铁预演家 我真的觉得发言倍好 但是你这尿 说逻辑上哪里好呢 我的确说不太出来 的确说不太出来 不是总有我说实话 咱们都是很多人都是逻辑玩家 也不是说每一局都能展现很完美的逻辑 给观众朋友和场上嘉宾 有时候就是一种听感 我觉得很多夹杂着 我就觉得就跳的就是有点 如沐春风 沁人心脾 反正就是井上就想直接就站边一下 十二号玩家 然后呢 那我觉得二七可能是两个 二号玩家可能是狼 五给七头要五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人 对吧 五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先前叠一首二四五七 四个狼 先点一下嘛 好不好 但是我说实话 那个最终的嘉宾肯定得看投票 这懂吧 因为只是一轮发言 只是一轮发言 井上七号下其实 那个没发太多言嘛 四个发言之后 我稍微踩了一下四号玩家 说实话也不是随便踩踩的 你能看你应该 井上是随便踩踩的 但是井下你应该能听得出来 我是真心想踩你吧 应该能听得出来吧 那个 那个 反正我想想看吧 就是 最终投票的肯定是 要听一下七跟十二的那个发言嘛 然后我觉得三号牙好人 三号牙肯定是好人 三号牙内通发言 我觉得 怎么说呢 有点扎到我灵魂了 就是那种 你明明知道我可能站不对面 为什么还要厌我 你懂吗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我也曾经有很多次这种问题都问那个七 大家在第一季的时候 经常问他为啥呀 哥们已经被你搞到从站边王变成站部队边的了 你还厌我 为什么 所以你应该问问他 这些人都没憋着好屁 你知道吧 我就这么觉得 然后呢 十号牙家挺像好人的 但我觉得你还挺像好人的 而且很厉害 我觉得你 这第一天的程序真的有点东西了 有时候 但是是不是有没有宝错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 我井上井下先之后 我先站下十二号牙家 然后但是后面投票的话 肯定得根据七十二的那个对调发言嘛 然后我觉得郭姐不错 郭姐真不错 好吧 一号玩家的话 不平了 好吧 就不平了 不敢平 好吧 过了 你还有投票的机会 一会七号玩家就给你外low了 这你都敢冲 你知道我为什么投给七吗 因为七号玩家说五不上给他 就给我外low了 但我王哥人就比较好 王哥没说过这句话 我一寻思我说那王哥是预言家 我不投给他 我也比较安全 至少我不上轮次 而且王哥肯定听我的发言 能保下我是个好人 我真的是纯被威胁的 你但凡说那么一句 我就投给你了 因为我觉得你发言比他好 我跟六号玩家这点看法差不多 我觉得十二发言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确实我身份也比较敏感 不能被外low 我就我总被裹挟 我上次也是 那你们你们都不在井下待着 你们好人都不在井下待着 我投票 我就容易被裹挟呀 那也没办法 这种板子就是这样 谁拿刀井辉谁是大哥吗 所以我就投给7了 但是我确实觉得一号玩家不太像好人 因为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说十二号玩家是预言家的那个点 是如果十二是个狼 就给二发个双进水了 你这不唇编吗 这不就是你复牌的时候指着谁的发言 你听听这个人发言就是硬打唇汗跳狼人 你今天copy了一下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标准教科书般的狼人发言 然后在这里发 所以我很难觉得一是好人 但一的发言太狼了 我甚至都觉得一号玩家有可能是在脏十二的 所以如果十二号发言的时候说这轮 你把一号玩家打成一个 你肯定归不到一吧 你归一也可以 你面就更高了 但如果你愿意把一号玩家打进狼坑的话 十二在我这的面就会更高一些 好吧 但我肯定是我毕竟井下还是投给七 我现在也不能说觉得十二更像 我还是觉得七号玩家会更好一些 至于二号玩家 六号玩家刚说的那点是对 我觉得七不太会 就是我觉得二七是同身份 如果本局七为狼人把牌的话 二号玩家也很难做好人 而且二号玩家在井上 如果你是好人 你就直接站边七了呀 你还犹豫什么 你说你想要反水想反不反的 所以我觉得二号玩家跟七是同身份 如果七为狼的话 二很难跟七 二很难就是设好人 好了没什么了 这是我的想法 然后我谢一下投食啊 谢谢用户的投食 谢谢Liu的投食 谢谢贾瑜的投食 谢谢车车的投食 谢谢Lukas和薛杰杰的投食 谢谢大家的投食 我过了 四号家请发言 本来我是要站边七号玩家的 但是那个六号玩家 老店子又来了是吧 还可以特地通知我一声 这次你听出来了吧 我是真心的在打你 是冲是勾 带我一算好吧 他就不可能 他肯定是 不可能有这么好心的 老陈明不可能有这么好心的 肯定是怕 那从表面上来看呢 那我不怕 我说他如果是电的话 因为他先说了十二发言是钢铁远家 然后打了二四五 五有可能他见过面 或者再说对吧 他打五有可能真心打 打我肯定不是真心打的 然后打我这一票 等一下啪一票 他是希望我们进的是七的团队 那啪一票 等一下出来就是十二 估计大差不差是这样子 不然他不可能冲锋 特地提醒我一下 你看啊 记住了 我打你了 别忘记了 这不可能啊 这没什么好心啊 但是我呢 只是听七跟十二的时候 就不存在于是否六号玩家的发言 我呢 警商觉得一号玩家 是不是很像好人 你想的那个确实不是很像 有好人的逻辑 然后七呢 警商高这个发言 我也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至于你们说的二跟七是同身份 那我也得先听出二是狼嘛 我才能铁站边十二嘛 对不对 我听出二是狼 那么二七是双狼 十二号玩家就是本局的预言家 但三号玩家是十二号玩家的精髓嘛 确实有做低 他很像在跟你聊天 你知道 你说啊 你为什么验我 你说嘛 你说 他验你他是假的或真的 他都没有理由 因为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如果他讲太多理由 会像假的 对吗 他讲太多就没有 他不会给你理由的 他最多 他摸狼言家的时候 最多是喊你说去死 这个时候怎么样 哎 狼言家面 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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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去了啊 但是看他心情 看他心情好不好 我呢本来是想沾边七号玩家的 但是我保留一点面 因为呢 六号玩家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店 好吗 这个除了独立听发言 也得感受一下外面的牌啊 其他位置 我就先不点了 过了 三号家请发言 呃 那么 那么这一轮 是不是两个外楼对象出来了 你们都在打一 就我 呃 我井上打了一啊 然后六号牌说了一句什么 一号牌那身份我不敢聊 人家潜台词就是你觉得一是个猎人还是个狼美 然后你一按跳个神 是这意思吗 那么六号牌这个发言也很耐人寻味啊 四号牌说六可能是个垫子或者冲锋 我听着也像 六号牌起着那个发言确实有点像 但是六号保了我啊 六号保了我 我想想你保了我 我是有点想站七的 你又保了我 哎 不管他不管他 反正觉得怪怪的 六号牌觉得怪怪的 嗯 我我我肯定会再听一轮 因为我我我我是那个 干嘛笑 你你验了我你不怕我反水吗 就啊 十二号牌真的 这张牌没法对话我感觉 我越跟他对话他越给我那种 不好的感觉 我就把我自己摘出来 我假装我自己不是个精水 我去听十二跟七 因为 接了这个身份确实是会比较 呃畏首畏尾嘛 又担心自己反了水 反错了 去影响到外这位好人的站边 然后又担心 又担心自己犹犹豫豫 就本来反对了 怎么着怎么着的 嗯 反正这轮也跟我没啥关系吧 我我我我会着重听一下 十二跟七对于外这位我心目中 可能成为狼人牌的那个定义 啊 包括他们外楼的目标吧 啊 今天反正大概率 七和十二会互盘对方是狼美的 会大概率会外楼嘛 然后 就这样吧 我听听他们外楼目标和那个点狼坑 你们听完两轮发言应该啊 啊 就到七号那里是整整两轮发言 十二会听一轮半 再听听吧 啊 过了 二号家请发言 我也觉得 我觉得狼美的话可能在七十二里面出 因为七这个 这边基本上好像没有人想要占七 五给七点票了 然后三接了十二金水 说想要占边七 但是目前还是在犹豫嘛 然后 这边一六 四这轮发言也是说 比较想占边十二的 那七的底牌如果为狼的话 大概率是这个狼美吧 然后我会再听一下 七十二景下的更新发言 前面我听最像狼的是六号 从来都没有听他的发言这么狼过 你如果是狼的话 你就是去电飞十二号的 因为你起来打的狼 坑是二四 二四五七 然后你在捆绑我跟七的关系 我警上如果是个狼 我接了七的金水 我铁站面他也给他号票 然后你就说 我 我警上那个发言 你说我跟七是同身份的 然后五接着你的发言 你俩站边都不一样 然后你也说二号跟七是同身份 你也没好到哪里去 所以 我再听一下后面的发言 然后 我觉得五六的发言都没有很好 都在捆绑二和七的关系 我警上真的就是没有太听出来 因为七十二发言都很好嘛 然后再听一下一的发言吧 反正警上你那个发言 不止我再答你说你发言有问题 后面的牌也都说你那点 聊得有问题嘛 如果你是个好人的话 你就好好再解释一下你警上的发言吧 我对前面的定义就是 我觉得三号玩家像好人 然后我觉得五六这边开问题 如果七位狼的话 大概六十狼梅 然后等一下投票站边吧 我过了 一号再请发言 狼梅会不会汗跳我在想 也许会 因为是弱狼梅 它不是强狼梅 强狼梅是要藏到后面的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七是狼梅 但是我觉得 反正六号没点我是狼啊 你虽然说一号很难评 但是你点的狼坑是二号四号五号和七号 这是六号的发言 所以出我之前先投一下六号 对好不好 你点的狼坑不是 你只是说一号很难评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垫子吧 我觉得很像垫子啊 警上尤其你说二号如果是狼 二七如果是同伴的话 八其实保过二的呀 八前面就保过二的 我也觉得二不像狼 我还警上说 我说因为我和八的观点一致 所以我没觉得八是狼 然后他的四个狼人也没有一号 也没有八号 所以六号很像垫飞 他捆绑了二七的关系 他点了四 那你说二七是两个狼 五是给其投票的 看四是什么关系 跟四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 我觉得六是在凿十二号的传啊 他说什么十二号 惊人心辟如木春风 对吧 确实也是 确实也是 我觉得你发言就是冤家啊 我能听出来啊 至于他 我说那个人性上的东西 因为五号玩家打我的点 是我复盘的时候 我不会说他给这放 我是学习你啊 五号玩家 学习你的复盘 我们相互学习嘛 你的复盘里告诉我们的是 每个人都要从他 每一个人的人性去拆解 我是从走入了十二号玩家的内心 我觉得如果是他汗跳的话 他一定会给二号去发双筋子 这是我觉得啊 我觉得基于他的人性 如果十二号玩家做一个其他 比如十一号起跳的 我不会说这种话呀 所以五号玩家就是在强大 五号玩家也没有说十二号哪里不像 他投的是七号 所以如果六真的是电飞的话 就是五六七 外之位飘一个 是不是你十啊 因为六还保了你十 很奇怪六保你十 我明明我最后一个带亏 我看到六和十是倒数第二和第三个带亏 然后你们景上也没有聊这个东西 是我聊出来的 我大胆点一个就是五六七十 我大胆点一个 我站面的是十二号 没觉得二是 我也没觉得四是 至于四质疑的我 我也没觉得你是 好吧 四号玩家 目前我的狼坑 大差不差吧 大差不差 我站面十二啊 也跟你们讲过了 不要窜开我发言 不要说什么我 说他给二发双筋水那个 我还盘了逻辑的 我说十二号的景会游链石是很合我的心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站面十二啊 过了 十二号再请发言 谢谢车车和Lukas的投资 怪不得我桌上没投资 因为投资都上给小郭了 我是看到这上面是我 我再拿过来谢一下 好吧等会麻烦你谢一下 等会你吃一下 然后我说一下 就是三号玩家问了我一个很灵魂的问题 他说我为什么要验你 你的发言不靠验 谁能知道你是什么呀 就我说句难言 今天本剧游戏 我们还是那句话呀 我们玩的是生推 你以为现在你在坐在那边发言 你发出那样的言 你不觉得所有人都在哄着你吗 三号你一定是好人 三号你一定是好人 你看五六七等会会有人说你是狼吗 为什么呀 因为是我给你发的精髓 那如果我们 你为什么你看前志位 都没有人说十十一八九十好人 那是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发的精髓 如果我不给你发精髓 那你那发言有人会说你是好人吗 就像刚才那局势一样 你想想看你是饮水 你都被冤家给归了 对吧 你不是这会复盘吗 那你说 你说我是狼 问我为什么要验你 那你可以 你可以反我的水 这就是你个人的一些问题 那你告诉我 我的狼同伴是谁 一号 所以呢 你直接号票 你说我们两个人是狼美人 他是街歪 他当然可以分辨 谁是小狼 谁是狼美啊 我能分辨吗 我实话实说 我到现在不知道 后面四座佛 四个神仙 你说六占编我 他是真心占编我吗 我说 现在我也会玩 我说今天归六 万箭齐发 六占编十二 十二也叫归六 那还是那种玩法吗 那为什么呢 人家是狼勾得挺好的呀 他发言有什么问题呢 你觉得他发言有问题 他是狼 他站边的是谁 让你去想的 今天就是七亨十二的轮次 我归的是七啊 七连人了五吃毒啊 你要说哎呀七如果连人了 那女巫没有了 那不归呗 那你说 那你说我不归七 我归谁 我另外三个狼 我后之位全部发完言了嘛 我说我出人的顺势就是 几号几号几号 七号最后出 你来啊 你说你井上对我有想法 什么想法你说呀 你想法是说 你的想法无非就是问我 为什么要验你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我不验 我井上说了呀 我说我验完你 我说等会 不管你发出什么样的言 本剧游戏你是好人 至少站边我的人里面 如果有女巫这种 猎人这种身份 不会对你使用技能 那我现在解释清楚了 你能站这边吗 你等会就能投七吗 别的没有了 然后七如果连人了 那就那个 反正 反正就是七如果等会不连人 五就是狼美 然后七也 估计也跟他们说了 好吧 至于六的什么身份 六就看投票 好吧 然后 一可以是狼 那人家勾我勾得好好的 他说的那些东西 你们不爱听我爱听 首先你们把边线站队 人家说的是 为什么我是愿家的理由 你们发言都是说 我为什么是狼的理由 那我作为愿家 我肯定爱听他的发言 在我听上 我觉得他发言挺好的 有问题吗 那怎么说 我是愿家 我说我特别喜欢听十的发言 九十二双狼 哪个愿家喜欢听他的发言 五说我不裹挟 他说的 因为我是觉得你有可能站错队 等会又要说 哎呀我也是有可能站错队 我不想给你骗礼物 三十二双狼 过了头切 十一号 谢谢车车 谢谢热狗 谢谢Lukas 谢谢小鹏 谢谢鱼儿的头饰 好难呀 其实感觉 我觉得果冻挺 我觉得果冻挺像好人的 然后长男 我是真没觉得长男像狼 所以我觉得一号不是狼 那十二号身份就挺高的 其实十二号归七 真的很拉底面 都可以归五 但是他 他如果是愿人家 硬要归七 就是他可能归七这一点 稍微在我这有点扣分吧 但是其实五的发言 确实有一点点泥泞 一开始又说十二号发言 没毛病 然后景下又上给七 然后说来半天 还是又 又说要站边七 就感觉有一点问题是吧 然后五号 然后六号的身份也确实是不好 然后 嗯 然后他不归 然后非得要归七号 嗯 嗯 其实我 那我还是会想先偏站一下十二吧 但是如果七号要是把六 六 六什么都归了 那肯定就是跟着七号归六呀 他要投十二 那可可能就投七嘛 反正 我就不 哎 到时候再看吧 对我当时想说啥的 就好像有点忘了 我想想 反正我觉得五号的身份 其实不是特别好 因为五号的发言是有一点点前后矛盾的 而且他捆绑二七同身份 然后我会觉得一个 呃他矛盾的点是认为他觉得 十二是御一 都可能是 在电飞 就是觉得一 十二是 预言加一号是狼 但是在那个视角里 如果一号是狼的话 一号可能不太会去电十二 肯定会被十二抓得死死的 所以说我觉得他给出这个逻辑 是挺拧板的 而且 不太好吧 所以我觉得五号确实不好 然后 但也有可能五号 是跟十二的团队是要脏起的 然后故意这么发言 然后 反正再听一听吧 再听一听 因为我会觉得一号偏好吧 然后一号我也抿了他 然后 有一个 就是 抿人缓解 没有觉得一号很像朗 所以再听一听 目前偏站十二 看看七号的归人 问了 十号要怎么办 没人占七 但我 我真想占七 我觉得就是一号 六号 九号十二 首先六号玩家 你认可我的观点 你说我说的对 锦上厉害 我锦上不是说九十二双狼 你不占边十二吗 那我厉害在 你觉得九夜 你觉得九十狼 但你点的狼坑是 二号四号 五号七号 就说白了 我锦上我说 十二和九号是狼 一个没中 然后你说我 锦上挺可以的 排除你在嘲讽 我的意思的情况下 而且你们老是说 六号玩家是垫飞 六号玩家是垫飞 六号玩家真垫飞的 一般来说 不会轻易让大家看出来 现在全场人都说 六号玩家垫飞 他这么轻易让大家看出来垫飞 而且六号玩家打狼坑是 二号 四号 五号 七号 那五号投给七号 这个票就不说了 那如果他正耳八斤垫 也只是垫四号一张票 因为二号玩家已经是被七号玩家洗头了一张牌 那七号玩家都已经给二号玩家发了 还在去垫一手 垫啥呢 对不对 七号玩家已经给二号玩家选择发金水了 那大概这个票应该也能迟到了 那六号玩家其实如果说你硬盘他是垫飞的话 他只垫了就只有四号玩家一张票了 对吧 所以六号玩家我觉得就是看似垫飞实则充分 让你们觉得他在垫 但七号唯一一点就是这个发音顺序 我有点 就我一直在想 因为没人聊 二号玩家不是他精水吗 他这个顺着发音顺序 而且十二也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在想这个发音 然后我觉得现在厂商大概率说 二号和三号可能是好人嘛 四号我觉得不太像狼的点 四号都在那个地方去纠结 六号玩家试勾试重选 四号也排了 我站边期的话我也排了 那不就是最后八号九号 十一号他如果是狼的话 因为我现在是站边期我开出的视角 他都甚至要改十二的票了 所以我觉得十一也不能是狼 那位置排下来就是一号 六号 九号十二号 最多把 因为没听我八发言 上把抿了你 但这把没抿你 我不能乱说你 而且一号玩家为啥是好人 他逻辑流玩家他锦上就是说 因为十二号玩家 给不给二号玩家发精水这个东西去站边 我不相信那么多凿传不凿传的东西 那可以啊 那一号六号九号三张独立的狼人 最后七十二在那边填一个军下 是吧 而且十二号你看啊 你这轮打的狼坑是五号 七号 你说两号玩家可以是狼 一会看他票钱 那五六七 你说一号玩家也可能是狼 然后呢 看他投票钱 那你打了一五六七 一五六七嘛 对吧实际上就是 我会我目前为止我觉得七号是 因为我觉得十二号有过多的心态反应 而且对于一号和六号那个定义挺模糊的 而且站在你的视角 现在全场基本上没有人沾边七的情况下 那七很大概率是狼美 你一句轻描淡写的不去搂六 就搂七 让五吃毒就过去了 那你确实缺乏了狼美人的思考量 我就这么认为的 他看起来现在也很轻松 荡来荡去的 是不是已经开始慌了 我觉得 我目前为止我觉得七十啊 我觉得就是一号五 那我就不重复了 六号是充 吃电肺能这么轻易让大家都 都点出来 那他电的也太能啥了吧 我觉得他可能是充分啊 够了 本来真没分清 你发完言知道了 你说 你说的是多少来着 一六九十二 你锦上说九十二是狼 然后六是我们狼同伴 然后你锦上点了他俩狼同伴 锦下六号说你是好人 你就点我同伴去 那你跟六拜靶子了 对那么好 然后锦上你说 我再提前防守你 你锦下要站边七 你说七是预言家 好 我是狼 七是预言家已经跳了 我防守一个好人 然后你锦下 你又说七是咋开出来的视角 你怎么可能 你锦上说我是狼 可以我是狼 完事了我是狼 我队友跳了 我后终会防守一下你预言家 行不行 然后完事了 锦下你说 你要站边我狼队友去了 所以你肯定是狼 然后 所以十二他们打你 说你肯定是狼 那十二就是预言家 而且你说 你说五号都是好人了 你点的一六九十二 那五号是好人了 四号猛打说五号你是狼 你在锦下你开始你就是狼 那四号啥身份 都没点 所以你肯定是狼 那十二就是预言家 那我现在就站边十二号了 但是确实六号发言太奇怪了 我听六发言也奇怪 五发言也奇怪 我觉得五应该是狼 锦辉票上给七 锦下说 又觉得十二是预言家了 啥意思 七是狼美 让他拿锦辉 怕他 怕怕一会儿十二拿锦辉外搂了 所以七必须得出局 然后呢 锦下勾一下的防止十二外搂你 所以五是狼 那十也是狼 因为他站边理由说的是 因为没有人站边七 所以七就是预言家 那他能不能是狼美 他能不能连人了 大家都向他出局 所以十肯定是狼 我觉得五七十还有个 不知道吧 但二应该是好人 然后六说二是狼 六就有可能是狼 还真像在电飞十二 因为十二锦上发言明确说了 他说 二好玩家 反正你一会儿会反七号水 言下之意 十二说二可能是好人的 就是他潜台词嘛 台词里的 所以二应该是好人 那六你打了好人 那你可能也是狼 所以我现在我就站边十二了 然后我好人 过了 八号要请帮你 女巫牌啊 四是银水 今天我要订票出这个六号 因为没关系啊 你们不管 你们不管觉得六号玩家 是什么品种的狼 冲锋也好 倒钩也好 你觉得他是狼就行了 那今天投他呀 六号玩家景夏特别重复了一句说 认真的在打我的银水找我呢 没关系 你要夜里连我 你先出去吧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区啊 虽然这个板子是弱狼美 我们觉得那你就看就像狼枪 我们把它类比为狼枪 狼枪出局是直接能开枪 但是若狼美 他第一天只在夜里有一个连人 那我不认为 我个人觉得这个板子 狼美其实跟强狼美一样是 越早出局 像你要么就最早把他投出去 你要么就最后投 你中间投是不好的 因为第一天他不一定能连到神 我认为六号肆无忌惮的 在点我的银水 他有可能是狼美 但是我不认为他第一天能找到我 那他第一天找到我 他就不用这样去点银水了呀 我是这么觉着的 我觉得他夜里想来连我 但至于7跟12谁是 我待会听一下7号玩家的归票 对吧 那7号玩家最后看他 如果他不归6归12 那我就觉得12是 因为12号发言 你点了60到够 为什么不归6呢 对吧 你每次给狼那么大的空间 好像每次出局的都是你 你要是预言家 你要是预言家 你自己算算票 你这人不跟我投6 你是必死的 但你有可能是6的同伴 因为你点了60到够 你不想投他 没关系 我是女巫 四是银水 今天订票出6 我就看72 谁不舍得出这张6号牌 10号玩家 你的票不点在6头上 我堵死你 好吧 因为你点的狼是1692 好吗 如果我站边12的话 狼坑就是5670 你的发言里 你点了1692 我现在是女巫牌 4号玩家是银水 你这一票 10你的票 只要不点在6的头上 晚上我定堵你10号 我就看你的票 你只要不挂6 我就堵死你 好吗 没关系 场上的人 你看10号 因为10号玩家为什么 像狼 他这轮的发言 他想把6做成一张冲锋狼 他说6如果是个倒沟 不会被那么多人都听证 那很正常 那6号玩家能不能是 他可以是冲锋 可以是倒沟 可以是旋风倒沟 可以是阴阳旋风倒沟 你永远盘不清楚 他是什么品种的狼 但他是狼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投他 那不就这么简单吗 对吧 所以10的票 你只要不点在6头上 你肯定 我肯定堵死你 好吧 至于712谁是呢 我可能偏向于12号玩家更像 但是看7号玩家最后的归票 5号玩家和6号玩家 最像狼的一个点是 他们两个都认为 27是两个狼 但是他们的视角不进8 因为我是井上第一个起来 说了 无论7和2不像狼狼金的 他们两个观点都觉得 27是同身份 他们的视角不进8 这是他们两个报匪的地方 好吧 今天我要订票出6号 40银水 过来 7号家请翻译 我今天肯定归12了 因为所有人 大部分人除了11号 11号保了1号 其他所有人都认为1号是狼 对吧 大部分人都认为1号是狼 那你们觉得1号玩家 还是当年那个会拉爆狼团队的 长男老师 肯定还是 是肯定是 只不过我 我为什么要让6号先翻译 因为我想先听1号发言 因为1号警商占编12 占编的太死了 所以我认为1号玩家底牌 我不知道1和12谁是狼美 所以 但是我能确定1号玩家为狼 然后 这盘其实想站队编 你们只能去根据1号玩家的发言 站编了 因为你们听7和12是分辨不出来的 那如果你们现在认为1号底牌为狼人 如果你们现在认为能够认为1号底牌为狼人 那么他一定不会是我的狼同伴 因为他如果1号是7号狼同伴 他敢去倒沟12号 他一秒钟就被12号外露了 12号只需要说1号人家站编我 我今天出11号一定走 所以1号的底牌一定是12号 6号底牌在我听完8号玩家发言之前 我认为6号底牌要么是张狼美 或者是一张狼 在我听完他发言说我7号玩家是狼 另外还有3张 他另外挂的3张5是我认为眼里的好人 所以其实很简单 他的发言被所有人误解的原因是因为 他自己拿了一张神牌 他自己去站编了12号 他把他认为的好人都打成狼 其实是在把你们团队往我的团队里打 场上所有人都告诉你2号 你跟7号同身份 他们是在教你站编 因为你发现你自己底牌为好人的话 你就能知道7号人家是原家了 然后3号我觉得你的压力太大了 你井上和井上的发言 我觉得压力都太大了 你吃这些12号永远可以发进去 你看12号现在怎么不给11号发了 因为11号不用聊11号 11号自己就站编12号 你懂吗 你不用提11 今天你3号不带接金水的就是2号 因为你吃这些 这个东西就是你随便投 不用有那么大压力 你想投谁就投谁 对吧 所以外之为我不用太多去聊了 6号人家输了 你10号人家 还行挺厉害 补了一句 第一天的你还挺厉害 那么你第一天打的狼坑是谁 说明你打对了 对吗 所以这些你是没有听到吗 你第一天打的92双狼 对吗 这是你自己的发言 因为我记你的发言比你自己 记自己还清楚 6号人家说你第一天很厉害 说明你的狼坑是打对了 11号就不去 因为我不能对话11号 11号玩家就是我越对话他 他越怀疑我 所以我今天就指出12号 景辉我就留个 留个 留酒吧 我就我就验个酒 其他位置我不用去聊 还有3号玩家 他用了两分半对话自己的精髓 用了正下30秒对话了一个站边他的人 他怎么当的成语言家呢 你的底牌是女巫吗 你对他有这么重要吗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就归12 景辉 发现的 好 所要将发言结束 警长归票12号 各家请做投票准备 3 2 1 请出票 5号 6号 7号 11号 投票给12号 4.5票 1号 2号 4号 8号 10号 投票给6号 5票 3号 5号 9号 12号 12号 6号 5票 出局 请发表一遍 可能是我的问题啊 有一点咎由自取啊 但是 怎么平呢这个事儿 我是觉得玩玩家是需要认真听发言的 是需要认真听发言的 你们现在投我我只能是7的同伴吗 因为7归12你们不跟着7投 只能是六七十两个狼吗 我今天大发词呗 教你们站边啊 不行我不能用这样的这个发言给你们说 因为 的确有一部分我自己的问题 我这样跟你们说的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需要客观的跟大家评价这件事情 就是 呃 得认真听我的发言吧 你先往下其实很认真 先往下就像7说的一样 你10号下为什么会投我呀 你第一天点了 你不是投的我吗 你还是投的7 你甭管你投 你投8更夸张哥们 我不知道你投的谁啊 我反正好像你没投12 这三个投的12吧 小郭是投的12 我们4票 我吃了5票出去 如果你投了12的话是5.5票 我们是可以的 我说实话 因为我是很少玩这样的站边狼人打好人 这样的招数很少玩 所以我其实已经比较害怕出事 我特意对话了你10号玩家 我说你第一天很强 你第一天点的是谁你还记得吗 你点的是92 一号玩家要没追 你站没信 你说一会起跳 你点的是1923个老人牌 我为什么要在我所有的发言阶段里面去夸一下你呢 我跟你是亲戚吗 10号玩家 就像90年我跟你拜了靶子吗 没拜靶子 我说给你听 同时是说给外面的人听的 就是整段发言 以后没有这样的交易了 以后没有这样交易 12号玩家好吧 你的 那这个事情 给不了 以后这点给不了 以后给不了 然后我想想看 但是连累了7号玩家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7号玩家发言已经很好很用力了 就是怎么盘六七两个狼呢 六七两个狼我要打狼坑 我打你二干嘛呀 我做他的头 我打你干什么呀 帮你站边吗 二号玩家 其实10说的很有道理啊 我是店子 你们真能看得出来吗 那么容易看出来吗 你们会很纠结的 不会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呀 但小郭郭姐是真棒 给你点个赞真棒 然后的话 那一可能就是狼美 八十小狼 十二小狼 然后九号玩家 就是一八九十二嘛 狼其实很好找 一号玩家其实都被点爆了 一号玩家 大家有时候是真的就是非常给你面子 说你人狼很统一 但是我没好意思说 我说实话 你不要那么快站边狼队友 我说真的 我是身为朋友给你一些建议 你不要那么快站边 因为你好人你不会那么快站边的 你明白 就跟你直接拿混子一样 你都是有这样特殊的身份 你才会去那样 我是真的觉得不要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带领狼队这里获胜 就这样吗 我的我的我的 六号玩家演结束 射方技能 五四三二一 天黑请闭 各位大门老师 我们即将来为各位发放 今天我们单独架设的 这样的一次红包的附带抽奖活动 来自下方的小风车 这款游戏 大家可以转眼时间点击 直接跳转 不需要下载就可以游玩了 而且这款游戏 我们正在跟大话西游梦幻联动 大家赶紧去来感受一下 留好两张截图 一个打过二杠四的截图 还有一个就是在 下拉菜单里边 有我们这款游戏的截图 上后导播老师发放附带出来之后 就可以点击参与了 天黑请闭眼 守卫请睁眼 气球的剑鸟守护的玩家 守卫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不吝点 狼人请订阅 狼人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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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出局间双死了 所以气队是汗跳 我是好人 我是平民啊 然后好像也没啥了吧 就初期吧 我觉得应该是没站错 应该是 我是平民我过了 11号叫什么样言 我是女巫 然后我读的疤 因为我怕会偷刀我 所以我就只能读疤 因为我怕 因为弱郎美嘛 一如果是郎美 他最后出不是也没有办法连人吗 所以我在想说 我怕他偷刀 我就只能先开赌了 因为8号他没有交站边 他最后只是说12偏向 我怕如果我倒排了 然后我把一给赌了 然后8号继续说是他赌的一 因为他那个站边没有站得很死 所以我就只能为了证身份 我就把8号给赌了 然后我觉得 就是KS店的那个郎坑 1129 还有谁 银水确实是4号 1129他还点了一个谁 112 那10 因为八首读的10号 就得是好人吧 然后我是那个站边7号的 哎 外哥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那就肯定要出9了 然后我想一想啊 我当时是 其实我觉得6 当时8号跳女巫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想出 就是 我不懂他为啥要出6 他可能以为6号是女巫 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跳女巫的时候 还对他点头点头 意思着我要跟他出6 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发言的时候 也是说觉得就是因为12归7可能不好 他可能是我怀疑啊 他可能是跟12是一对的 他可能会担心12归7归不出去 所以他在那跳女巫想改轮次归6 所以说我就 我就那个 就 投的是12 嗯 我目前还是站边7号的 嗯 希望大家听懂了 然后 那个就出9吧 然后我是女巫 然后饮水确实是4号 然后是我读的8号 然后10号是吃刀的 然后我就过了 上号就发现了 哦 所以6是首位我们刀领先吗 其实关键是弱狼美啊 强狼美我们就赢了 弱狼美的话只能转刀平民了 对吧 自暴呀 你查查了弱狼美啊我们是 自暴呀 小号呢小的自暴 天黑起闭 首位请征言 请选择金 你要守护的玩家 首位请闭言 老二请睁言 是 老二请征言 老二请选择 老二请选择金 要守护的玩家 我们不要 遗憾没有到处 难道我还是惨怕 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 有夜之后那瞬间 是什么痛到此 用力的视线是冷静 为什么舍不了心灭 我迷着我就遇见 那是美国 那里的我不想再去地方 愿意希望你着过 看着我尽快的地方 一直就在我身旁 谢谢大家 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启伤 我们上海满围 狼儿启车 狼儿启车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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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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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